大家好 我是吃飯的LICOLE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乾花的禮物盒 裡面可以放到你想送的禮物 上層是插著乾花 首先我們預備一個比較豆腐型的花泥 然後把膠水放在盒子上 然後我們插入一些情人草 套味草 在最後方 先做一個背景的襯托 後面的花材要插得高一點 接下來我剪一些末瑰 有紫色和淺粉色 在玫瑰的中間或旁邊 我會加入一些套味草和霧芒 因為這個花盒想做一個浪漫色系的色調 所以我就用了粉紅和紫色去做 現在開始插到最低層那邊 那些花材也要插得低一點 這個乾花禮物盒 如果保存得好的話 都可以放到一年以上 那些花材料 盡量不要令乾花潮濕 盡量不要令乾花潮濕 這個花盒上層就差不多完成了 合起來之後 在這裡可以加一些材料 就放一個水澡 從那裡放一支唇膏上去 然後吸湿 在這裡的芋草 尚償疑 按摩